但是現在的情況看起來 這幾天陸陸續續也有一些挺符帽的聲音出來 甚至還有人也準備要再發起另外一場活動 要求這抗爭趕快結束 所以這事件現在看起來好像已經演變成了 社會上二元對立的局面 那現在這樣雙方角力之下 有沒有可能在當天意外擦槍走火引爆衝突場面 其實非常的危險 因為其實雖然林非凡是說 他會把大家帶回立法院 可是他也有說就是如果沒有要回立法院的人 發生了什麼那是他們個人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不是也不是那麼有自信 可以把所有人的平安帶回去 而且我們也知道就是除了康乃馨之外 其實在明天跟後天都有兩批人是這個 也不能說反反服貌 可是他們會希望就是這個 可以恢復國會的正常運作 也有兩批人是要穿白衫上街頭的 那因為他們聚會的地點 其實都是在台北車站 那我們也知道台北車站 其實離這個立法院距離是相當的近的 所以會不會就是當然大家可能 尤其是大家都年輕人的時候 很容易這個血氣方剛 對我覺得衝突是很容易發生的 那其實像這兩天就是行政院 至少有來跟我們行政院記者溝通 就他們整個封路的狀況 跟整個危安的準備 就是感覺出來他們其實 星期天的晚上 他們應該覺得不是可以輕易收場的 所以這有什麼警方現在也開始動員 準備要部署 就是要嚴防這些 可能擦槍走火的意外發生 所以現在變成 我們最後黃金48小時看我們政府 能不能夠提出更好的方案 讓這一場抗爭能夠提早落幕 就是大概是所有記者的期望吧 大家都累壞了 好今天也非常謝謝佩芳來到新聞現場 我們做了那麼多分析 謝謝主播